当时我们记得我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门口 毕业馆的车都到了 问了一嘴是 把父亲叫的车 正常来讲作为一个生父来讲 看到女儿是遇害 而不是正常死亡的话 应该是向公安机关请求帮助 帮忙寻找真凶 而不是把毕业馆的车叫过来 去让其百尸体拉走去露脸去火化 这也就让我们产生了一些疑惑 21岁花季少女惨死家中厕所 父亲发现后立即叫来殡仪馆火化 邻居察觉不对劲立即报警 警察几经周折终于查出真凶 然而结果确定所有人崩溃 这是发生在2018年吉林的烧脑惨案 警方马上将死者父亲李国军列为第一嫌疑人 可面对警方的审问 李国军竟表示自己并没有作案时间 李国军告诉警方 案发当天自己在上班 回到家看到女儿倒在卫生间门口后 心情非常崩溃 因为接受不了现实 所以才叫来殡仪馆进行火化 没想到邻居竟然都是帮他报警 警方自然没有亲信他的说辞 而是对父女俩平日里的关系展开深入调查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原来李国军早就和妻子离婚了 妻子走时什么都没带走 甚至连女儿都不要 直接净身出户 而李新阳被丢给李国军之后 李国军可以说是一天父亲的责任都没尽到 转头就将女儿丢给姑姑抚养 姑姑十分疼爱这个侄女 平日李像母亲一样照看她 在姑姑的拉扯下 李新阳也能像正常女孩一样活泼开朗 但到了李新阳15岁那年 姑姑家中因为承担不起更大的压力 便将李新阳送回到了李国军身边 也就是从这之后 原本活泼的李新阳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看起来像是被掏了魂一样 而至于为何会这样 从李新阳男友口中 警方察觉出了端倪 男友声称 李新阳跟自己在一起时都非常开心 但是只要一提到他那个爸爸 李新阳整个人都像变了一样 询问他缘由 他也是沉默不语 甚至宁愿在外面待上一整天都不愿意回家 男友提供的证词 让警方对李国军加大了嫌疑 可对于警方提出的质疑 李国军却声称 是李新阳太过叛逆不听管教 所以双方的关系才十分紧张 不仅如此 李国军还透露出 他对女儿交往男友的行为十分不满 甚至还让警方查一查 是不是男友杀害了他女儿 其实警方不是没有查过男友 早在审讯李国军之前 警方就已经调查过男友石某 发现在案发当天 石某一直在工厂上班 全程都有人能够作证 因此并不具备作案时间 正当案情进入死胡同时 接下来出现的这段监控 让李国军彻底暴露了真实嘴脸 这段监控 这段监控 是